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teJS 今天咱们干什么 看标题啊 逃出地狱 GoGoGo 上一期呢 我给您讲解了 如何逃出回掉地狱 今天咱们就有实际编码 逃出去啊 咱们试试啊 这一点就一个 Premise承诺解决 咱们逃出地狱 看怎么逃出去啊 今天咱们要见两个文件 一个叫做更新DB1 一个叫做更新DB2 咱们闲言少叙 马上就见啊 我先来个DB1 好 代码在哪 代码在上期呢 稍等 咱从上去考啊 上去咱们先考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是干什么 这个代码其实很简单 就给您再现一下 回掉地狱 你看 我这要更新45678个 这个SQL文 我这是不是一直就写下去了 太麻烦了啊 好 算命完啊 我再考这个Update2 一会咱们都运行一下啊 Update2 然后咱们再考 167的下面这个地方 我都把它考过来 但是 我先把这个下面 给它屏蔽起来啊 为什么屏蔽 因为它们的调用 是同样一个函数 但是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咱们先试方法一 然后再试方法二 好 我现在这个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准备的差不多了 咱们试试啊 更新Db1 大家看一下 一般咱们 不管是某 不管是哪个数据库吧 它给咱提供的 数据库存取的驱动程序的接口 肯定是一个SQL文 一个SQL文 再加一个回调函数 所以说呢 我这模拟的函数 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然后咱们试一下 看这个函数的执行结果 我现在打开控制台 好 试一下啊 咱们做UpdateDb1 Node控格UpdateDb1.js 回撤 注意看 等800秒打一个 等800秒打第二 等800毫秒之后 咱们依次输出了 1.SQL 2.SQL 3.SQL 没问题吧 每个呢 都等了800毫秒 然后呢 输出结果 这个就换句话说 咱们在更新数据库的时候 先更新第一个数据库 再先更新第一个表 再更新第二个表 再更第三个表 完全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虽然它是个低域 但是不影响数据库的处理结果 仅仅是代码难看而已 数据呢 是正常正确的处理 没有问题 咱们再来一遍啊 没问题吧 正常处理 好 那咱们再看一下 如何解决这个代码难看的问题 这就用到了这个Promise啊 这个呢 咱们上期我给大家讲过了 咱们不用看 马上直接运行 看一下这两个 Zen的写法 是个什么结果啊 试一下啊 Node控格 updb2.js 回车 800毫秒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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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看 执行结果是完全一样 先出SQL1 再出SQL2 再出SQL3 然后呢 把整个这几个表 都给它更新成功 完全没有问题吧 但是代码的简洁度 大家注意看 一个是三行 另外一个呢 你看 另外一个写多少行 12-4 8行 89行 才能把它写出来 这个地方呢 咱们三行就把它搞定 当然还有更简洁的写法 就是我下面啊 咱们试一下啊 我先把这三行代码屏蔽起来 咱们 我上次跟您说了 咱们做一个要掉promise函数的函数 叫做更新所有的数据库 包括事物呢 也在这个方法里面写啊 然后咱们更新完三个SQL文 同时收集每次更新的三个结果 然后呢 同时输出 这代码看起来更舒服一点吗 比这个点 点点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好 那咱们执行一下它 看看实际的结果啊 我现在还是updb2啊 好 运行一下 node空格updb2 现在是更新的方式了 更简洁的代码写的方式了 Go 大家请看 也是先执行SQL1 再执行SQL2 再执行SQL3 同时都执行完之后呢 输出三个SQL文所执行的结果 都是OK 都是成功嘛 而且咱们通过这个方法呢 把每个SQL所执行的结果呢 都收集到 最后呢 统一处理 统一显示 我非常非常推荐您 使用这种方式了 虽然比刚才这个Zen 多了这么两三行 但代码看起来更简洁 跟咱们用别的语言编码 简直就无二 一致 所以说可读性呢 也很高 我极力推荐您 使用这种编码 好 以上就是今天 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咱们上期给您讲解了 代码的如何和写法 代码的意义 今天呢 给您演示了一下 我相信呢 您能够从这地狱中 已经逃出来了 对不对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对不对 好 今天代码呢 我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跟YouTube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高清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今后再见咯 拜拜